那所以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读过和时间不同的学校的这样子一种经历 那从来没有念过高中嘛 其实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要从做中学 从解决问题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我解决问题我就有好奇心 有好奇心我学的我就记得住 那我如果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没有好奇心 没有好奇心老师教我什么 我明天就还给老师了 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 现在叫PBL嘛Problem Based Learning 以解决问题来学习的这个方法 就是目前新课纲的这个精神 大家可能知道说我们去年新课纲上路的时候 很多老师最不习惯的就是说 以前标准答案是在老师手上 但是现在呢标准答案呢 是在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出来 以前老师讲的就算数就算对的 现在老师在讲底下学生都在用手机开尾计百科 看看老师讲的是不是对的 就那种教室里面的权力关系 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那老师的就不是在你背标准答案 而是说我们一起来面对一个问题嘛 好比像说像切后变迁我们要怎么办 循环经济我们要怎么办 提出一个问题 学生有这个创意有这个想法 然后老师只是比他早学一点的人嘛 帮他去找一些资源哦 那这个是所谓的素养导向 素养就是从内而外的嘛 不是以前的考试评量从外而内的这个导向 那为什么这个课刚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从他十年的体制外教育的实验教育嘛 实验教育像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的索利啊 华德福啊等等啊 很多的这些实验教育 就是在试着引进各种制度 而实验也不一定成功啊 有些真的就是不适合台湾嘛 但是有一些呢 像刚刚讲到的PBL啊 自发互动 共华也真的蛮适合的 所以实验了这样十年之后 我们就在去年把它正式纳入我们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这个以后素养导向 就变成任何年纪的小孩 一起来解决社会问题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因为我也是当时十二年国教课发会的成员 所以在课刚制定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贡献 那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看到说 我小的时候是被叫做非主流嘛 但现在这个非主流呢 已经是主流 不但是主流 而且是国民教育的核心精神 就是自发互动共和这样 那有一位朋友追问 因为我刚刚有这个答应说追问 我会简短的回答 我刚刚提到说 在投资的时候 要注意到环境 注意到社会影响 注意到治理 那所以这三个的 这个要一起做的话 关键点在哪里 要是简洁有力的执行 其实呢 最简单的概念呢 就是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 叫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的问题就是说 很难翻译 用中文根本不知道 应该怎么翻译这个字 有人翻成当责问责 特责责信啊什么的 都有各种各样子的翻译啊 我呢 是把accountability翻成了交代 就是说呢 你要对内 让这个员工知道说 我们ESG的精神 大家一举一动的时候 怎么样去满足ESG的这些价值啊 这个是对内交代嘛 那对股东交代之外 对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对全民也都要给出交代 那就是我们在经管会 其实一定就是市值以上的公司 未来都要用17项永续发展目标 来给出交代 对内有交代 对外也有交代 这就叫双面交代 只要有双面交代 只要双面交代 你就可以把你的 就是员工的相信力 跟外部对你的信任感 这两个牢牢的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之后 那大家都会帮助你去看到说 你如果不小心对房间 对社会对治理 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大家都很愿意说 那我们开门造局嘛 你行你来嘛 大家很愿意提出意见 不会觉得好像说 交代只黏这一面 或者那一面 好像自己被这个变成绝缘交代 变成没有办法接触你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不能只有 担免要双面交代 这个就是ESG执行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时会怎么问说 IT跟OT在台湾的未来之路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IT就是我们资讯科技嘛 OT就是我们的公控 operation technology IT跟OT 当然现在在台湾呢 现在有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全面的 现在前面还加上个A嘛 AIOT 四个字母全部都照顾到 这个是台湾独有的一个branding 在全世界都没有人用这个branding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个branding 就是因为说我们的A就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智能的部分 机器学习的部分 我们的I 资通讯的人才的部分 我们O这个产业工业控制 这些朋友的部分 我们都有 这些人才都有 那其他国家没有办法 用AIoT这种话他讲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可能只有一部分的人才 或者只有自己掌握一部分的技术 那但是我们呢 把AIoT全部连在一起的技术 我们都有 而且人才也有 所以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让 就是像我们这些是 纯粹的软体人才 那我们想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觉得说我们迭代的周期 是用一两秒当作单位 我们想到一个东西 按了一个键之后 两秒之内应该就要放在 各位的手机上 各位用slider就可以看到 那但是呢 在operation这边呢 他追求的是说 他非常predictable 他的良率 他绝对不可以出任何错误 所以像我们的口罩国家队 就是这样子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合 就是我这边呢 是公卖局啦 是行销的部分嘛 对不对 是确保电商嘛 大家透过电商可以买 透过over the contact可以买 透过便利商店可以买 那我做的是软体的部分 可是同样的 只是沈默金 副院长是 副院长所带领的 这个机器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们把那样的蓝图 用制造精密机械的 那样的一个机器 而且是那个机器 快速的扩散出去 让大家都可以仿照 去使用 这个是变成我们外销 不是外销 Made in Taiwan的口罩而已 是怎么样做这样一贯 长的蓝 他也能够照顾得到 所以这两个部分 要怎么样子衔接在一起 怎么样一个共同的语言 去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如果有看到 最近在电视上面 就是科技会报办公室 请中小企业处把我打扮成一只猫咪 戴上猫咪的耳朵 变成一个机器毛小叮当 或者现在年轻人把它叫多拉A梦 我那个时候还叫小叮当 那就是拍那样子一个 叫做T大使的这样子一个广告 就是希望说 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 当他接受一些培训 这些云端的培训之后 他加入这些OT的这些厂商 但是他用IT的这个角度 AI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 Transformation T大使 就是希望说 他是我们数位原生蛋 来这个场域的一个大使 他不是只是来这边 去帮你把重复的工作 变得比较快速 像Office Automation那样子 而是说去能够在 优化这个体验的过程里面 去想出一些全新的做法来 好比像说 像如果是年长的师傅 他要传承给年轻的朋友 他要培训要花十年 我们怎么样子 透过一些AI学徒的方法 把这个培训减短到一年 或者是几个月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种Digital Transformation 有的时候就是要跨时代 然后大家彼此去听 彼此的这样子看世界的方法 然后一起做出一个 创新的一个方式 那有时我可能问说 微软来台增加投资 会对台湾的产业有什么影响 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从以前的想法里面 微软是把台湾当作一个市场 它比较不是把台湾当作一个研发基地 研发的重镇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一个平时代 那微软它的Ager的这个云 就好像Amazon AWS或者是Google等等 它每一个地方只要它在这个地方一落地 其实它完全没有在哪里研发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边研发出来的这些人工智慧 这些工业控制 工业4.0等等的这些做法 只要一部署到这边 它全世界别的Ager Data Center 也等于同时都使用了一样的这样子的技术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边在AI上面的突破 就不用千里迢迢 想办法把人挖角到西雅图 挖角到西雅图 现在也还是关在家里 所以不如就是在台湾 反正在台湾现在疫情是完全非常稳定 得到控制等等 所以不如就是直接在台湾 去结合我们这边的IT、OT、AI等等 这些人才把我们做AI所需要 我们叫做Embodiment 就是你给AI眼睛、耳朵等等 这些五官、这些行动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所开发出来的像HoloLens 这些扩增、实境等等的技术 最一开始应用的场域 很多都是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它这个维修的人员 没有办法来台湾 那它这个维修人员 就透过HoloLens 好像背后灵一样 指导我们当地的这些维修人员 说那这个你在空间里面 它真的完全从背后灵可以看到 它看到了全部的管线 它就说修这边 修这边 所以无形之中 它就是把我们网路取代马路 它是直接把不同的空间 能够缝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说 微软它的特色 就是说它可以在整个 Enterprise level 去推广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所以我们就会很快的 会有一批人 他知道怎么样子去应用 这种把不同空间缝合 这种扩增实境等等的技术 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VR VR就是玩玩游戏嘛 就是这个可能教育嘛 最多旅游嘛 大概也没有什么别的应用了 那但是在我觉得 微软在这边的布局呢 它确实就是想要把 Augmented Reality 以及这种在地的云跟端的 运算的混合等等 变成就是它让 这个所有的台湾产业 都学到说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可以这样做之后 也不一定要买微软产品 说真的 它主要是一个Innovation 就是大家看到说 哦 原来可以这样做之后 自己也会研发出 自己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是觉得蛮乐观的 是VR变成就是 他们研发的一个中心 那这个就是 接下来就是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5G的应用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已经用5G用了好几个月了 我有两个手机 都是5G手机 那而且呢 现在真的是有一种 我不管到哪里 都有光鲜的感觉 以前都是说 你要在室内 那跟人视讯的时候 才真的拿得到 见面三分情嘛 我们见面三分情 就是因为我讲一句话 我看到大家在点头 我知道大家在点这句话的头 我如果是用4G跟你视讯的话 我不知道你点头是上一句话 还是这一句话吧 因为中间有点延迟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中间一延迟 我就不知道你点头的时候 就是说 我觉得我在看你的眼睛 但是呢 从他的角度来看 因为他还在上一秒钟 他觉得我在看他的脖子 因为那个就是camera的位置 会偏移 所以就是说 有视讯经验的人 可能都知道 要双方觉得在同一个空间 真的只有两边都在 有光线接以太网路线 或者是就是很稳定的WiFi 就是802.1AC那种程度的WiFi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共同在上 但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对彼此生活的环境 并不熟悉啊 我们就只知道 对方的那个会议室的样子而已 那5G之后 这个就完全就解放开来了 像我常常就是用5G的方式 去跟全世界去连线 连线的时候呢 只要我们在类似的时区 就那个光速 这个没有不需要绕地球半圈 绕一点点就可以了 像现在最常就是跟日本 还有跟韩国之类的 之前跟这个冲绳嘛 冲绳他们的就是等于市长吧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路由 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所以呢 我甚至是可以 就是一面 我记得当时是 我跟韩国那场的时候 我是坐在车上 正在开车到宜兰的这个路上 那他就一路在看 我们沿路的这个宜兰的这个风景 那然后中间是没有什么时间差 没有什么延迟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那这样子大家不管是在山上 大家是在海边 大家在哪里 还是可以有一个共同在场的感觉 那这样才真的有原情 我也可言 不然的话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荧幕 那后面就是 只是换不同的背板而已 大家都是墙壁 那这样子其实是 能够谈生意没有错啦 但是你要这个就是谈 就是人跟人之间要彼此信任 这个还是见面 就是三分情 透过视讯 没有5G的话 都关在房间里面 用光线 最多两分情 说真的 那所以5G对我来讲 这个低延迟 这个即使大家共同在场 甚至后来我就 碰到一个叫XRSpace Peter的那个就是新创 那就是他从HTC VIVE出来之后 自己弄了一个5G的 一个VR设备 那那个设备非常有意思 他们把我自己3D建模 到那个空间里面 所以呢 甚至呢 就是我只要一戴上这个眼镜 那我有跟纽约的艺术家 跟欧洲的艺术家 他们也戴上这个眼镜 我们就跑到瑞士的一个高山上 叫马特洪峰 马特洪峰是非常危险的 我根本没有那个体力攀登上去 绝对不可能 但是呢 我们就戴上去 在XRSpace里面 我们就好像坐着直升机那样 飘在空中 在马特洪峰的顶端 这个华山论剑 怎能够聊事情 那真的是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信念 一下子就建立了 而且 大家看到的都是彼此真正的样子 而且 因为它不需要用控制器 5G的时候还要用控制器 那这个新创的完全用手势 所以说 你要high five 就high five就好了 你要拍手就拍手 你要拥抱就拥抱 它在那个XRSpace里面 它因为它内建5G的天线 你也不需要用手机分享 你走到哪里 那你就把这个共同在场的感觉 带到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真的很棒的一个应用 它真的是天涯若比铃的那样子的感觉 那当然未来它会有很多别的应用 因为这个是我就是现在就在用的应用 所以就具体的分享给大家 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 美国两党不同的当选人 对于台湾将来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middle power 我们在整个印太区域 大家尊敬我们 是因为我们在最近的一两年里面 我们成功的解决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困扰美国的问题 也是困扰很多印太区域 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问题 一个叫做pandemic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那另外一个叫做infodemic 那现在其实在美国就正在上演infodemic 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个政治家的 这个推特的言论 就是推特的都不让你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看了之后 你就会感到愤怒 感到愤怒你就会按分享 按分享他就会一传十 十传百R值会等于十哦 那这样子一下就会让大家 陷入一个愤怒啊 歇斯底里的这样子一场情绪里面 那这个呢 其实美国两党都有这样子的政治任务了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在说哪一个政党 但确实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 infodemic的一个问题 那在台湾 其实我们在就是在2018年的 那次选取的时候 我们也多多少少通到了 一点infodemic的问题 这个也就是各国都知道了 但是呢 后来呢 我们就跟脸书 跟Twitter 跟Google 跟Line 等等 我们用一个叫做三律共管 就是他们自律 那社会部门 像台湾市市场合中心啊 像刚刚讲G0B 有一个真的假的啊 我们趋势科技 推出了防诈达人啊 等等 这些社会部门的这些朋友们 哎 发律 那我们呢 这边呢 也改了一些法律 所以就是自律 他律 法律 三律共管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到2020年 总统大选的时候 infodemic的问题就没有了 那现在美国最大的一个 infodemic的题目 就是关于这个投开票 公正性的这件事情 我们当年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是邀请两边阵营或三边的阵营的YouTuber 直接来我们的开票所 看唱票 那唱票的时候呢 还要去好 大家的YouTuber都可以看到 一边呢 就打开他的鹰眼部队的APP 去计票 另外一边就打开他 川云键的那个APP 去计票 来 不管是鹰眼部队也好 川云键也好 这是及时的去回报嘛 那全部都有录影嘛 说真的 根本不可能违造 根本不可能做票 所以虽然在当时也有一些谣言 那些谣言甚至还是从境外传来到 做什么CIA用的引擎墨水 你不管盖给谁 都是盖给小鹰哦 但是因为我们是非常开放透明 所以我们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 所以其实是我们是靠 比这个谣言传播的更快 更透明来解决谣言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 我们指挥官当时每天下午两点开记者会 那所有人把他问问题问到宝 那他回答不出来的 他说他去研究 昨天一定就回答 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同样的也是靠公开透明 来解决这个反应的问题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心力 我们在这个区域大家敬重我们 美国的两大党敬重我们 他们的就是推广区域民主的 不管是民主党的NDI 共和党的IRI 现在都在台湾设立了他们亚太的总部 那甚至是连德国的这个 归队Snowman Foundation 也在台湾设立了他们的总部 更不要说本来就来台湾的 五国界记者等等的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民主党跟共和党 并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都认为说 民主不要倒退 防疫不要倒退 也不要牺牲经济 能够给出这个解决方案的 真的只有台湾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自己要 很有信心 不然是谁当选 是台湾对美国 对我们生命的一家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 我是怎么样执行我的思辨理由 以及如何进入我的一个独立的思考 那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担任政务委员 其实就是担任部长跟部长 部长跟主委等等 中间的这个桥梁 单一部会能够解决的事情 部长就可以裁决了 不需要到政委 所以政委呢 其实就是要调和各种不同的价值 每一个部会当然都有他自己坚持的价值 不可能两个部会价值一样 如果价值一样就会被阻改成同一个部会 所以现在还留得下来的 就是表示他有他自己值得坚持的价值 那所以这个程度上面呢 像我刚进这个内阁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这样一个案子 叫做电子竞技 e-sport e-sport呢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这个活跃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但是当时呢 他的选手呢 是很惨 他们办国际比赛也借不到场地 他们的别的国家的选手要进来 签证也不知道签哪一个主管机关 总之是完全三不管第一代 三不管还真的是三不管 就是文化部当时主张说 电竞没有百年的传统 当然没有百年的传统 那所以不是值得保存的文化嘛 应该是属于教育部体育署啦 那体育署就说没有动到身体啊 怎么可以叫做体育呢 难道说这个我们小学这个早上半小时体育时间 大家打电竞吗 成何体统啊 这可见不是体育嘛 它应该是经济部工业局啦 那经济部工业局就说 这个你们是在讲球员的权益嘛 选手的权益嘛 我们是管球场的 我们是管作单科球的 这不怎么管到球员呢 从来没有停收工业局在管球员的 所以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三不管的状况 就是在我今天内阁之前 已经维持了十年之久 但是据说就是之前也有过院长 亲自召开这个会议 亲自协调 然后马上就翻盘 就是出来之后所有人又翻盘 又回到院边了 所以真正是一个很难协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 我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是说 我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彻底的激进的透明 当时呢就是我请这三个部位的朋友来 他们讲什么论点我就听 然后呢我也不下踩实 我也不做任何判断啊 但是呢我做什么事情 我把他们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 大家编几个十天 确定没有错字之后 我们就把它全部公布 公布给谁看呢 公布给刚刚讲到的这些 民间的这些高手看啊 不管它是在PTT上面的 发卦版啊 LL版啊 Mobolin啊 巴哈姆特啊 雅虎电竞啊 等等就是这些 大家对于电竞最熟悉的这些社群 大家来看看嘛 就是政府现在怎么样看 各位的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贴在网路上呢 一定底下就会开始有人带风向 开始有人做人生兵器 开始有人去这个 就是很酸啊等等 但是呢都没有关系 因为当四个人这样子留言 他其实完全都没有看 只看标题就乱留言了之后 总是会有第五个人 他的留言呢 非常的紧疲 非常的真的能够切中要害 他就是非常专业 第一个看完整篇文章 还可以回闻的人 这个就叫专业的五楼 就是说到第五个人留言的时候 这个第五个人留言呢 他就有带回行政院会议里面的价值 所以我在当时开第一次协调会议之后 我就把这些专业五楼的意见 搜集起来 那至于其他那些带风向 完全不去管啊 那我们就带回来 我就去跟文化部的主迷说 网路上有人说 围棋啊 现在都是在网路上下呢 训练也是在网路上做呢 电脑下得还比眼泪好呢 那所以围棋是一种电竞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它是一种回合制的电竞 这个好像台湾也同意 它是回合制的电竞 那这样别的回合制的电竞 我们会不会比照围棋办理就好了呢 我想想 这不做啊 可以啊 那所以呢 在体育署那边呢 就有网友说 我们不要把它叫体育嘛 把它叫智力运动嘛 因为智力运动 这个体育署是承认桥牌 是一种智力运动嘛 就顺着桥牌的这样的方式做就好了 那工业局那边呢 我们就说他是表演者嘛 工业局对表演者 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补助的嘛 所以到最后大家都同意说 他是一种专业的 技艺文化表演者 所以就从三不拐 变成三个都可以拐 而且大家都刚好管三分之一 谁也不会不小心 这个就管到超出他管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来回协调三次 就解决了 那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做法 就是不是我自己来思辨 是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众的智慧 靠乡民的智慧 来彼此这样子思辨 那但是当然呢 这个问题的后半 就是独立思考 这当然就不能用乡民的智慧来解决了嘛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像好比像说 之前我有接到这个外交部的任务 要跟这个国际的这个某个大会啊 要说明我们的防疫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呢 他们给我大概可能五十页的资料 然后卫福部呢 这个机关署健保署都有给资料 每一个都是五十页五十页 那所以呢 加起来呢 这两个多页 然后我问一下那个大会说 我有多久 他们说五分钟 最多六分钟 所以这个我就 就是说我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这个也就不能问乡民了 乡民也不会给我什么好答案嘛 所以我的做法是什么 我就是在睡前 去把所有这些加起来 可能两百多页的资料 全部都看完 看的时候呢 脑里不发出声音 就是完全像扫描机一样 只有视觉印象 我完全不去就是 就是看它的语意 完全不管 我只是就是把它 好像 大家用过传真机嘛 全部扫描完之后 它就在那边 哇 等等等等 你那个纸就可以拿走了 所以先批字扫描进这个短习记忆里面 然后呢 我就去睡觉 然后呢 睡当天睡了可能八个多小时 八个多小时 然后一醒来之后 脑里就冒出来 Fast Fair Fund 就是这个快速 公平 有趣 那用这三个方式 每个个两分钟 就可以把台湾模式解释得很清楚 那后来可能 各位也有看过FastFairFund的那一份简报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那一份简报 那所以呢 简单来讲就是 我完全可能要有人按一下那个电脑室的空白键嘛 不然他就去睡觉了 那 对 所以就是说我就在睡梦里面 去进行这样子的一种整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主力思考 但是我知道说 我只要睡满八小时 那这两三百页的这个资料 我一定可以整理出一个脉络来 那有时候呢 要整理的资料非常多 因为它来自六七个部会 它可能到达五百页之多 那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我就将单 我睡到九个小时 这样子醒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做法来 那如果我最复杂的一次呢 是有去看一个电影 它叫做Penet 叫做天能 天能是 就是不是很容易看的一部电影 我看的时候呢 完全在脑底里呢 没有想要去理解 我就是去感受它 那感受它之后呢 我当天睡了十个小时 醒来的时候 完全都看懂了 整个所有的剧情都很了解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独立思考 我是在睡梦里面完成的 你问我怎么样子介入呢 我闭上眼睛就坚弱了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这个中国在大数据应用 在管控中国人民的生活 是不是变本加 变本加厉 确实就是 它是变本加厉 我们 刚刚我讲到AI的时候 我说我们辅助我们的工业啊 我们的服务业 叫做assisted intelligence 辅助智能 辅助智能 其实就跟我戴个眼镜 或者是 有些长辈朋友戴个助听器一样 它应该是 就是这个人的人性尊业 以这个人的最佳利益来行动 这叫alignment 就是以这个个人 对他最好的方式来行动 那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 他是辅助我们吗 而且他同样的 也要对我们对社会可以出交代 也是要双面交代 但是呢 在这个中共那边呢 就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是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社会信用 那我对这个词 对他们这样子挪用 其实是不是很高兴 因为在我们这边 社会信用的意思是说 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信用 跟政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我们开启一个 就是储蓄互助社啊 我们开始一个社会部门的 这个募资啊等等啊 灾后这个筹款 那我们说这个很有社会信用 但是这个跟中央政府 当然没有关系 在台湾 社会信用跟中央政府 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结果呢 中共他们那边呢 把社会信用的完全重新定义 那他们重新定义的方式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会希望用演算法去凌驾作用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法治国呢 对人民要做任何的这个处罚啊 任何讲诚等等 你必须要用法律去明定嘛 尤其有罚则的地方哦 你不能用一个行政办法就去罚人 你一定要立法通过嘛 那但是呢 他们呢 就是绕过了这个法治国的原则 他们变成是说 那你就是完全是看 你有没有闯红灯 有没有去这个参加什么义务服务 有没有在网络中间po一些敏感词 他比如说公民社会这四个字 你只要一po社会信用 可能就往下掉扣啊 那总之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讲诚机制 完全是靠演算法在执行 而不需要任何作用法 那这个时候呢 他当然是理论上是说 你的社会信用累积的比较高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去这个自动升等到商务仓啊 或者是说你在申请什么户籍学籍的时候 可以排队插队在前面啊等等 有些胡萝卜啦 但是主要都是棒子啊 棒子是什么呢 就是naming and shaming 他会把这些社会信用记录不良的人 名字公布出来 然后呢 让他的亲戚朋友长辈 给他这个压力 那而且呢 也不让他去做商务仓啦 那当然机票更是不能订啦 等等 那所以他们中央政府 有了这样一套系统的时候 很多省级的政府变本加厉 就是开始去用AI 但是他们的AI就叫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这个威权的intelligence 威权智能哦 这个威权智能呢 他们省级政府有时候做得太过分 好像在江苏啊什么 就是会被抵制啦 就是人民还是 就是不是很想这个配合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在好比像说新疆啦 就算人民不配合 那他们就是用高压威权的方式 让他们配合嘛 那这个就是台湾自己 这个几十年前也是这样啦 所以我们是知道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只是说在当时这个政权 这个就是蒋介石政权的时候 当时的技术没有那么高明 所以呢 虽然呢 同样的也是authoritarian 但是呢 没有到totalitarian 就是没有到完全独裁的程度 就是最多subtotal吧 就是还有一些地下联络的一些空间 但是看他们在新疆 那个就真正是totalitarian 就是所有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在这个AI系统的这个管控里面 那所以呢 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当然是在变本加厉 而且第二个 他们正在试图说服人民说 这个亲朋好友啊 这个我们要推行这个校道啊 对不对 要抚养长辈啊 不要闯红灯啊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他们要一种比较感觉上温情的方式 但是呢 实质上去加强就是政府对所有人的这种监控 而且可以整个跳过他们的法院 法治国的程序 完全用演算法去临架作用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就是我们不断关注 而且要告诉全世界说 不是他们讲的那么美好啊 不是什么儒家传统啊 儒家没有这个传统啊 不是什么孔子 学院孔子从来没有说要监视你的邻居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我们也是要不断的要告诉我们 就是其他各国啊 不要被他们的话术所蒙骗啊 好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我讨论这个 数位身份证的这个安全问题 没有问题这个我当然是很乐意 数位身份证呢 其实我们目前是小规模嘛 明年会小规模示范哦 那在示范的时候呢 大家以前有听过很多什么多卡合一哦 这些都没有 现在就是两卡 而且两卡还不一定合一 你自己选要不要合一 这两卡是什么呢 现在值本的身份证 跟有现在有办的自然人凭证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觉得说 哎这个是人别确认嘛 那这个是你等于相当于千章嘛 那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啦 我们在资讯科学一个叫 Authenticate 想要这个读取年纪片的时候 他就一定读不到 因为是这三个结合才能够读得到嘛 那第二个他如果说 哎那这样子就是我还手抄哎 很麻烦 那你可以说啊 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建设管理办法 就已经说你不得强制要求啊 所以就是说 目前用值本习惯的朋友 我们没有要强迫大家 破坏大家习惯 大家想要 未来有更方便的服务 而且可以记得住八位书的密码的朋友的话 那我们也不要阻挡他们去用这些数位服务啦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哎那请问在东南亚 以及东北亚的这个地区 台湾目前在资讯科技的领域上面 是不是有领先的趋势 或者是有一个落后的趋势 我想我们这个看全世界的评比 不管WEF的评比也好啊 或者是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台湾是超级创新国嘛 已经连续两年的那个评比 或者数位整备度的评比啊 等等的这些评比 我们在这个区域都是 绝对是领先的这个位置 以全世界来讲 也是以创新来讲 当然是前四名啊 那然后以这个数位发展 资讯科技来讲 也是大概前十名上下 所以无论如何 都是在前列的这个位置啦 是大家跟我们学习 怎么数位转型 但是呢 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而自满 因为我们的传统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在开发 这个健康的 学习的 通讯的 交通的 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在台湾这些是政府的职责嘛 政府一定要做到最好 那但是呢 现在因为大家都是用手机嘛 就像我刚刚讲 老师在台上讲 大家在底下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 所以政府的做法呢 它虽然功能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不一定让大家觉得开心 不一定觉得适合使用 所以我们慢慢就从 Digital啊 就从以前的IT啊 现在慢慢往Design 往设计的方向移动 Design的意思就是说 要让你的体验感觉很好 而不是只是说功能清单都有 那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就很快地讲 在2017年5月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呢 有一个叫Oracle的一家公司 它底下有一个科技 叫做Java Applet 它那个公司呢 就在当时呢 把这个科技说 我不推荐大家使用 不要大家用了 但是呢 我们的报税软体 如果你是用Windows 那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用别的系统的话 它是用Java这个技术开发的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 是用苹果电脑 或者你用的是Linux的话 你突然就不能报税了 而且呢 它的那个体验是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说 它会说 原件安装中请稍候 然后你就会等在那边 四个小时之后 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 报税大家心情就已经不太好了 你等了四个小时 当然更火大 所以就会有朋友 打电话给 五区的国税局的朋友 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很不幸 有某一个国税局的朋友 可能就是心情也不太好 因为接了太多电话 就说 为什么你不去借Windows呢 这样子他一讲就炸锅了 那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是怎么样 报税还要逼我们 交钱给微软先 是微软先抽一成税 然后接下来 才交给我们政府吗 那所以呢 这个当时 舆论就非常群情大话 然后就有一位朋友 叫卓志远 他就到我们的 公共战策网络参与平台 join.gov.tw 这个任何市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提案的一个平台 他提了一个案子 叫做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他没有任何建设性 他完全就是负能量 然后呢 就这个内文 完全就是负能量 底下的留言呢 八成都是说 财政部长下台 官贸无能 等等 就是非常非常 对 那只有一两成在那边说 我们用Windows 爆出来很顺 这是没有人理他们 就是当时那个舆论是这样 但是呢 好赞 我们有开放政府的这套设计 每一个部会都有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马上就可以出来跟相邻对话 所以当时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杨洁森专委 立刻就马上去留言说 大家这个对财政部的批评指教 对官贸的批评指教 我们都收到了啊 所有骂我们财政部长的人 那我们邀请大家 两个礼拜之后 来财政部资讯中心 我们一起把明年的报税软体写进出来 这个就是你行你来啊 会炒的 不是有糖吃啦 因为没有 还没有做出来 但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嘛 那这里就是口部的炒 变成火部的炒 那台湾人很可爱 就是你这样PO出来之后 八成的人就开始给很坚勁的建议 只有一成一成多 还在那边说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给他们了 所以就说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邀请函 这样子的话 这位提案人卓智远 后来就发现 他是专业的设计师 他看到标凯体 就已经会回身不舒服 何况是报税软体 那这个社呢 他就透过他的设计的方式 去搜集了 我们也是透过slido 所以就算你来不了台北 来不了财政资讯中心 你也可以看直播 甚至用VR的方法看直播 然后呢 透过slido 也及时的留言 我们及时来处理 那所以有些朋友留言说 这个报税软体啊 他的这个字报多 我们就要在便利贴写 字报多 然后把它贴上去 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要写 华丽到让人迷惘 贴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在 大家如果在2017年以前报过税 可能知道说 当你就是报税到结算 还没有送出申报的时候 会有一个五区国税局 长得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一个娃娃 跳上跳下出来 用标开提鞋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今天好 这个 平常你看到可能觉得很可爱 但是那个时候 你看到绝对不会觉得很可爱 你要等个五秒钟才要把它关掉 那当时的业维朋友说 这个想到要报税信息又不好 痛快就是说 痛得就要快 你不让它快 它慢 多五秒钟 你那个画得再漂亮 都没有用 根本应该把这个步骤拿掉 不要感谢对国家的贡献 赶快结束我去买杯啤酒 它比较有用 对 那在网络上这些意见 我们全部收尽 我们开了三次的协作回忆 然后跟官帽这样 大家坐下来谈 就做出一件非常漂亮的 新的完全用网页浏览器 就可以使用的报税体验 在隔年就96%的人所好用 再隔年98%的人做好用 再隔年那一套系统 就变成卖口罩的系统 然后过了没有多久 那个口罩必须卖三倍券的系统 所以我们一鱼三吃 当时跟主持人一起设计出来的 为什么大家这么满意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说我们画面 真的设计的多么漂亮 配色多么完美 而是说这里面有5000个 大家的群众的智慧 至少有5000个人觉得说 好像你盖一座庙 里面至少有我的名字 在某个石头上面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感觉就是我的作品 自己建了厨房炒的菜 就特别香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领先 就不是只是在资讯科技里面 属于自然科学跟工业技术的部分 这个我们本来就领先了 而且我们在社会科学 跟社会组织的基础 也就是民主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领先 所以就好像是 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 我们的医疗科技 现在不是都有很多 园外国合会等等 的这些组织吗 我们现在刚刚的那套 开放政府数位治理 也变成了援助其他国家的一个 很棒的 等于是继医疗跟农业之后 第三个我们可以输出了东西 这里面宜梦帮了大忙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宜梦 谢谢 好 台湾的资安单位 在网路攻击的自信百分比 我们的网路防御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我们的网路攻击 就是所谓主动式防守的那个部分 那就是理论上 主动式防守 是可以做到很夸张的程度 像以色列就是主动式防守的 在资安上的一个翘楚 就是他们 attribution做得很好 他们觉得说他们的工业系统 被哪一个骇客入侵 他可以证明给全世界看 那个骇客的地方之后 可以还他一发飞弹 那这个是主动式防御的一个极致 对 那这样子的事情呢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是自通电军的事情 因为我在行政院里面呢 我们处理的部分呢 是民生的这个部分 那尤其是因为我主持开放政府 所以我看到的东西 理论上大家都可以知道 所以只要上面呢 有盖国家机密 有盖最高机密 这些事情呢 那是在国安会 以及自通电军那边来处理 那我就完全一无所知 那所以呢 我是不会收到从 就是攻击的那一部分 来的这个密件 的这个自通电军 可以吃的那种密件有了 就是他要有送一些农产品 那个是有的 但是就是关于这个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主动攻击能力 我知道是有的 而且现在也有就是编一些预算 然后也包含那个 有一个新的场地嘛 那是那个屏占转换的那个场地嘛 就是真的需要的话 就好像我们疫情 那个流行指挥中心 就是所有人都穿上背心的时候 可以一下子建立一个 一条边的这个指挥体制 就是如果真的是要 进入一个决斗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自通电军 跟我们现有的这些技术的能量 是可以立刻整合在一起的 但是那一部分呢 说真的不是我独岛 是国安会的这个 叛名思维在负责 那所以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要问叛名老师 我知道这件事的存在 但是他的自信百分比 没有办法由我回答 那有五位朋友问说 在古居的时代 不动产的摆卖 好比像说新城屋跟中古屋 如何去中间化 意思是说我们直接在线上 有一个平台经济 是不是不靠这个防众业者 不过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不一定 我们的网络技术都是去中间化 很多的网络技术 它是靠 好比像说像群众 在Amazon上面评五颗星 在Netflix上面 这个他推荐你看什么 别的影片啊等等 那个平台本身也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就算是最分散式的平台 好比像说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 那在以太坊上面呢 你如果要建立一个治理架构 用平方投票法等等 新的投票的这个方式 那个投票的机制 就像民主体制一样 他还是担任一个 就是重分配的角色 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中间人 只是这个中间人是一个演算法 他运行在大家的电脑里面 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去中间化 这个概念要分成两个作用来看 一个是说你降低他的进入门槛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当仲介人 那这个是我们资讯技术可以帮忙的 但是你要完全跳过中间人 那变成是所有人都信任所有人 那种大同世界 这个不是资讯技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是让这些中间人的 就是进入门槛降低 然后以及培养新的这样一种专业中间人 培养的时间缩短 然后以及让整个所有的交易更透明化 透明化之后透过像分散式账本技术 我举例 我们在刚刚讲到的口罩实名制 最早1.0版的时候 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分散式账本 大家如果有用过 疾管加这个LINE上面的一个对话机器人 或者是口罩地图的话 可能还记得在当时是说 我在药局排队的时候 我刷个健保卡 我拿不管两片三片还是九片口罩 排在我后面的人 他只要过30秒重新整理一下 他的浏览器或对话机器人 他就知道我刚刚买了九片口罩 或者我是小孩买了十片口罩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参与式的audit 参与式审计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来看说 这个账本他的运作是OK的 而且他不一定要在LINE 或者是在他的手机的APP上面 他也可以是透过跟Siri 跟Google Assistant 透过对话机器人 他如果是就是盲人的话可以用全语音的方式 他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可以用英文的界面 我们有超过140个不同的账本 不同的开发者 用同样的一个API 来让大家可以在一面排队的时候 一面确保说 钥匙是非常贴心尽力的 在帮助大家 绝对没有什么困击啊 按钢啊 什么什么的这些事情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心里那个焦虑感 能够减到最低 那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口罩国家队生产的速度 它是这样子提升嘛 但大家愿意等 为什么 因为知道 不管你在哪一层 大家的分配 都是非常非常公平的 所以还是有中间人 在这里面 牛肠 钥匙 后来超商的电源 也都还是中间人 但是至少我们对于中间人的信任的程度 以这个即使每个人都可以查额的程度 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增加的 那这个在不动产买卖上面 也是一样的 在5G的时代 你的这个责性的这个过程 给出交代的过程是可以完全好像神力其境一样 就像刚刚讲到这个混合实境的这个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是剩最后一分钟啊 那所以我们就 这个屏幕比较长 我就快文快答 这个你好想起来目前全球快速背话以及去数据话的时代 台湾成组中号的信号如何因应生存 因为大部分传统企业都没有具备社群媒体 以及数据人才能力 人才相关人才也非常不容易 人才大部分都被大型企业说了 这个自己其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谢谢啊 好 对 那这是我平常讲话的速度 那这个呢我就这个直接这个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回答 就是欢迎大家到3t.org.tw 那或者是直接搜寻T大使 这个就是我带上那个小叮当的那个耳朵 机器猫 有个尾巴 喵缝啊 在那支影片在讲的事情 T大使就是希望说我们的不管应届毕业生 还是刚毕业最近三年左右的朋友 能够在经过两周的密集的这种云端数位转型的概念的培训之后 进入微中小企业以及社会企业 不是大型企业 去用一种双向互动共学的一个方式 透过半年的这个见习的期间 请这些T大使这些年轻朋友提出不管是服务业 制造业行销 还是在AI工程方面的一个可信解决方案 那我们有编列非常充足的预算 所以不但这个培训是零成本 而且呢 这个它完全这个完成之后 它如果真的提出可信方案 还有奖励金 十万零八千也是不少 是蛮高的一个奖励金 那我们第一个T次可能五百人 可能一年下来 可能一千人等等 我想很快的就会看到在中小企业上面 数位转型 结合我们年轻时代这个力量 那所以现在刚好两点 我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